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就选这个方程三来变形 这个方程的左边也可以是其他的位置受 这个后面的这个计算过程呢 和我们这个选这个方程三来进行变形 这个计算其他的计算过程计算步骤都是完全一样的 如果你计算正确的话计算结果也是完全一样的 变形之后 我们就将这个方程五的这个结果 就代入除了这个方程三之外的其他的几个方程 我们来看看这个方程之后里头除了方程之外 其他的方程就是方程一方程二和方程四 就代入这个方程一方程二和这个方程四 为什么不能够代入方程三呢 因为我们这个方程五它是由方程三这个变形得到的 也就是说这个方程五它是方程三的同解方程 如果说你把这个方程五代入方程三的话 也就是说你把这个方程三里头的这个Y 把它换成这个表达式的话 就你把这个-2w加上一个2分三倍的x加3z加4 带到这个Y里头来是吧 你得到的这个方程三的左边它就等于8 这个方程三的左边就会得到一个8 也就是说你把这个方程五带到这个方程三里头来之后 你得到的方程三的左边是8 方程三的右边也是8 也就是你这个变形之后得到的方程就是8等于8 那么你这个就毫无意义是吧 没有任何作用 所以我们是把这个方程五啊 就带到取了这个方程三之Y的其他的方程 也就带到方程一方程二和方程四 带到方程一里头来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先把这个计号把它取掉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方程五带到方程一 那你就把这个方程一里头的这个Y 是吧 就把它换成这个 换成这个表达式 就把这个表达式 将这个Y换掉 然后将这个方程进行这个化简 化简之后就得到这样一个方程 同样的你可以把这个方程五带到这个方程二里头来 化简之后就得到这个方程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方程五带到方程四里头来 带到方程四里头来 这个化简之后就得到这个方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方程它有什么特点 这三个方程里头啊 它都没有位置说Y 都没有位置说Y 它的位置说就只有W X和G 这三个位置说 我们把这三个方程把它连立起来 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方程轴 这个方程轴它就只有三个位置说 W X G 没有Y 那么这个方程轴就是我们常见的三元一式方程轴 我们来看怎么用这个待遇法来解这个三元一式方程轴 首先我们来将这个方程六 将方程六变形 变成之后得到的这个方程九啊 它的这个左边就只有位置说X 对吧 然后你就把这个方程六里头的其他的位置说W Z和这个长寿 长寿向啊都放到方程九的这个右边来 对吧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方程九就带入去了方程六之外的其他的方程 就是方程七和方程八 把方程九带到方程七里头来 也就是说啊你把这个方程七里头的这个X换成什么东西呢 把这个X就换成这个 把X换成这个 把它换了之后 然后都这个方程呢化解就得到这样一个方程 同样的我们可以把这个方程九带入这个方程八 化解之后就得到这个方程 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方程 它就只有两个位置说 是吧 WZ就没有其他的位置说了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两个方程呢把它连立起来 就得到了这样一个方程轴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常见的二元一次方轴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解二元一次方轴 我们还是用这个代语法 首先将这个方程十变形 变形之后得到的这个方程十二啊 它的左边就只有一个W 是吧 然后把这个方程十里头的这个其他的位置说 位置说这个Z和这个长轴向 就放到方程十二的这个右边来 是吧 之后我们就得到这个方程十二 然后就把这个方程十二 带到除了方程十之外的其他的方程 除了方程十之外的其他方程 就只剩下一个十一了 我们就把这个十二代于方程十一 就得到了一个关于Z的一元一次方程 我们就直接解这个一元一次方程 就可以得去这个Z的值 就这么多 得去Z的值之后 就将这个Z值啊 带入我们这个前面得到的这个方程十二 这个方程十二的右边就只有Z 你就把这个值啊 把这个Z就换成这么多 对吧 带进来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W值是这么多 对吧 然后你再将这个ZW值 带到这个我们前面得到的方程九里头来 对吧 把这个Z 就换成这么多 对吧 就带到这个Z里头来 把这个W值 就带到这个W里头来 你就可以解决这个X值 求起来X值就这么多 然后你再把这个求起来的ZW的X 就带到我们前面得到的方程五里头来 也就是说 你把这个Z就带到这块来 对不对 把这个W就带到这块来 把这个X就带到这块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这个Y就等于这么多 我们看这个方程的左边 是否等于这个方程的右边 我们来看 把这四个值 你比如说我们先来解决这个方程一 就把这四个值 就带于这个方程一的左边来 就把这个W就换成这么多 X就是这么多 Y就带于这么多 对不对 Z Z就是这么多 把这些值都带到这个里头来 你就可以上去这个方程一的左边的这个值 我们发现了方程一的左边也是三的 也就是方程一的左边等于方程一的右边 那么也就是说 这种值它是满轴方程一的 同样的我们可以检验 通过检验发现了 这种值也是满轴方程二的 方程三 也是满轴方程四的 也就是说 这种值它是满轴整个四元一式方程的 那么也就是这种值 这种解呢 是这个四元一式方程的正确解 对不对 下面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解的四了 首先 就是由这个方程三 将这个方程三变形 得到这个方程五对不对 然后你把你得出来的这个方程五代入 除了方程三之外的其他的三个方程 也就是大于方程一 方程二或方程四 大于这三个方程 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个三元一式方程 对不对 然后 就将这个三元一式方程走里头的方程六进行变形 将这个方程六变形之后 我们就得到了这个方程九 是吧 然后你就把这个方程九 就代入去了方程六之外的其他的两个方程 也就是代入什么地方呢 就代入方程七或方程八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二元一式方程走 是吧 接下来 我们就将这个方程走里头的方程十 是吧 将这个方程十啊 变形得到方程十二 是不是 然后再把这个方程十二就代入 除了方程十之外的其他的方程 你这个里头只有两个方程嘛 对吧 除了方程十之外就是方程十一 那么也就是说把这个方程十二 代入方程十一 就得到了 这个关于最的一元一式方程 我们就可以直接由这个一元一式方程 就得到最的值 是吧 得出来最的值之后 我们就将这个最的值啊 就代入方程十二 把这个最的值啊 代入这个方程十二 是吧 对吧 你就得到了这个W值 然后再讲这个ZW值 就代入 这个方程九里头来 代入方程九里头来 你就可以求去这个X值来 再把这个XWZ的值 代入这个方程五里头来 是吧 把这个WXZ啊 就换成我们刚才求到的这个具体的值 你就得到了这个Y的值 这样你就得到了我们这个四元一式方程的所有位置数的值 那这个是我们这个四元一式方程的整个的解决式了 欢迎点击屏幕上的订阅或关键按钮 也就是英文是不是cribe按钮 也欢迎转发或分享 点赞及评论 谢谢观看 再见 也会不会有您的一个 点 ψ感 是的 oga不是